日月潭一旦水位严重下降 底下的九蛙碟像就会全部露出来 而最近中国大陆有许多的湖泊有类似的状况 像是江西的仙女湖进入了干旱齐 明代的万年桥就重见天日 还有博洋湖的水位也是明显走低 湖底下明代的古桥裸露出来 重现风采 位在江西新渔市的仙女湖水上风光明媚 最近湖面又多了一个景点 出现一座明代古桥遗迹 万年桥全长384米 宽7.68米 有11个孔洞 修建于明朝嘉靖年间 原来仙女湖是一座水库 1964年完工蓄水 淹没这座古桥 最近库区水位大幅下降 万年桥重见天日 距今有450多年的历史 是江西省现存最早的多孔石拱古桥 万年桥平常都在水面下 仍然被江西省列为古基 周边200公尺禁止船只经过 有专人巡查保护 桥生在枯水期难得重现 更让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同样例子也出现在江西柏阳湖 受到持续干旱影响 一直沉没在水下的古桥再现风采 都昌县多宝乡 蒋公岭附近水域 明代古桥千眼桥露出水面 千眼桥建于明朝末代皇帝 崇祯四年 全长将近3000公尺 一旦博阳湖水位低于10.5公尺 千眼桥就会露出水面 让这座被誉为中国最长湖中古石桥现身 让大家缅怀思骨悠情 杨振平编译